现在就让我们重温基本钢筋绑扎工序的重点吧。 首先,进行绑扎钢筋工程之前,要齐备施工章程和所有最新乌鱼术批准的施工图纸。 钢筋绑扎施工程序建议书批准之后,方可下料和绑扎钢筋。 钢筋必须经过验收测试合格才可使用。 放样头及下料表必须由有经验的钢筋工工长制定。 铁锈或鳞片太多的钢筋就不应该使用了。 工人必须按照下料表来下料。 钢筋弯制必须配合相应的弯制模具。 拆好的钢筋必须系上适当的记号。 必须提供清晰准确的瓶水墨线。 钢筋绑扎前,钢筋工工长应该符合钢筋的种类和数量。 所有钢筋交接及搭接位必须扎好稳固。 钢筋工工长需按最新的施工图纸来校对钢筋的位置、尺寸和钢筋与钢筋之间的距离。 另外,要确保各个部分都有足够混凝土保护层。 毛固的长度必须符合图纸上的规定。 搭接钢筋的长度必须根据图纸上规定的长度绑扎好。 留意钢筋的间距和必须将梁内钢筋上下绑扎好加以固定。 整个钢筋绑扎工程应该先跟各行业互相协调配合,以制定钢筋绑扎步骤。 安放预买管的地方应该尽快扎好楼面底钢筋。 各类预留孔的地方必须按图纸的要求加上足够的垂名吧。 整个钢筋绑扎过程必须要总承建商的工长监管审核和工程师验收合格之后,方可安排胶筑混凝土。 如部分涉及机电和其他行业,就必须由工程师、监工、机电工程师三方面验收合格之后,方可安排胶筑混凝土。 在胶筑混凝土之后,应尽快清理钢筋上的水泥浆。 所有悬壁式楼面的主钢筋要放于楼面上方即必须依次过胶筑混凝土。 柱头钢筋必须保持站立和垂直的位置。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理,上下一心,提高房屋的质量,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 四个厚多个厚多个厚多人的分内室。 感谢大家!